我問美甄姐喔 你知道為什麼台灣的犯罪率會這麼高嗎 嗯 我知道耶 歡迎收看阿音生製作的今天 KOREN誰 KOREN 大家好 我是KOREN姐 大家好 我是KOREN不停 今天輪到我了 是不是 嗯 我姐 今天你的任務呢 是要打給美甄姐 林美甄姐 要她對你說出我愛你 這麼簡單的事情你做不到嗎 你就撩她 你就撩她呀 對於就是熟女們來說 不會輕易說出我愛你這三個字的 好不好 而且我其實跟美甄姐私下 因為她算是我們公司的師姐嘛 對不對 其實她 我有在關注她的一些Facebook 或者她尾牙的時候 也有小聊過一下 她是一個蠻認真的人 她可以聊天都是很真誠的那種 你跟她交情就折折一點點是不是 不會那種開玩笑的 我知道她就是 我跟她私下的交情沒很多 但是她就是 她是一個很真的集結 如你所說的工作認真 然後什麼都很認真 好像沒有見到她比較有趣的那一面啦 就不會跟她塌塌起來是不是 對 而且我在看她Facebook的一些PO文啊 什麼就是業配的東西 或是美照或是做甜點的照片 然後她都是非常認真在打每一篇的文字 做很多事情都很認真的人 你先打點要給她 我愛你喔 嗨 喂 美真姐嗎 是我美真姐嗎 是 美真姐 你好 我是伯傑 我是公司的新人 美真姐 你現在方便講電話嗎 可以啊 可以 那我可以想要打擾美真姐 可能三四分鐘這樣子 沒關係 妳說 好 因為最近公司 因為我新人嘛 所以公司希望我去多上一點點 綜藝節目的通告 然後多露臉一點點 然後就是公司最近她想要去 幫我推個節目呢 它是一個兩性交友的一個節目 相親配對的節目 對不對 然後 所以這個節目就會有很多很多的女生 然後 我就去問一下公司的經紀人說 可能問哪一個藝人們的前輩 可能上節目的一些美感比較適合 然後公司的人就說 美真姐就是你有常常上很多的節目啊 然後可能對於女生 可能這種內心啊 或者是女生的想法比較了解 所以想說或許可以打電話 來問問看美真姐 所以可能我們在節目上 可能就要去講一些 女生會想要聽的話 或者是女生可能聽了 會覺得這個男生很貼心 很幽默的這種話 我就想說 我講個幾個 然後美真姐 妳要不要聽聽看這樣子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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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美真姐妳聽完 可能再給我一些意見 好 那我們先試一下水溫 我們先試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 我問美真姐 妳知道為什麼台灣的犯罪率會這麼高嗎 不知道耶 因為妳美麗的五官 是我犯罪的開端 美真姐妳知道這個有趣嗎 這個有趣嗎 我可能我下點蠻低嗎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那我再問美真姐一題好不好 嗯 美真姐妳有打火機嗎 沒有 那妳是怎麼點燃我的新的 這個呢這個呢美真姐 美真姐妳覺得妳有被撩到嗎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對我來說 我是覺得是很OK啊 就是無傷大雅的那種感覺 美真姐我最近吃素耶 你吃素啊 很好啊 因為妳是我的菜 你在幹嘛 你在一直在試試我 會不會接受小弟弟是不是 是啊 只是想說就是讓美真姐開心 因為美真姐妳開心我也會很開心 那我再問最後一個好不好 我再問最後一個 OK 所以美真姐妳是什麼寫型的 A型 不對 妳是我的理想型 好 好 所以這個拿去上節目是OK的嗎 美真姐 好 所以這個拿去上節目是OK的嗎 嗯 我覺得要看人喔 差不多就可以了 那我現在要很認真地跟美真姐說 我愛妳 愛人 別想了 美真姐妳不能接受嗎 現在這是認真的 我現在是認真的 美真姐妳願意跟我說妳愛我嗎 喔當然不可能啊 所以美真姐妳是不能夠輕易說出我愛妳的人就對了 就是看 我怎麼會對我兒子說我愛她 你在玩弄一個姐姐的心喔 我沒有 如果是玩弄的話也是公司叫我玩弄她 怎麼會是我玩弄姐姐的心 對嘛 所以說吧 誰批的啊 告訴我 如果姐姐我說是志遠哥批的 妳會去幫我揍志遠哥嗎 一定是只有志遠哥批的妳才敢來 要不然妳誰妳敢來 沒有姐姐那個公司的另一個新人 舒婷也在旁邊 呵 美真姐 哈囉 哎喲美真姐 妳膽子好大喔 我見過幾次 美真姐 sorry啦 給妳開一個小玩笑 今天博姐 任務失敗 美真姐給妳解釋一下 在搞厭我什麼 我們這是一個網路的call out節目 然後今天博姐的任務呢 就是要讓美真姐對博姐說出 我愛妳這三個字 呵呵呵呵呵 我就說我愛妳 你們是找錯人啦 好啦美真姐 不好意思欸 給妳開一個小小玩笑 不好意思 謝謝妳願意幫我們這個節目 耽誤妳的時間了 不會啦 謝謝美真姐 掰掰 OK 不會 掰掰 以上也很純屬 不會就一下啦 我打電話跟美真姐說抱歉 好 我們等一下去下跪 今天call out誰 我們下次見 掰掰